民众到台北市大安区 连锁烧肉店保餐一顿后 装了店家附赠的芝麻冰淇淋 当饭后甜点 但才吃第一口 就发现味道怪怪的 疑似食材变质 事发在八月三号晚间八点多 当事者一行三人用餐时发现 烤肉炉下方的水很脏 有一点酸臭味 最后吃冰淇淋 直接吃到酸的 跟工作人员反应后就没有回应 最后只折抵服务费 完全没有关心身体状况 不满业者就这样草草了事 业者澄清每天烧肉炉具 冰淇淋机都会按照SOP清洁 冰淇淋原料也有贴上 有效期限放入冰箱保存 加上营业前 员工也会试吃 吹了没问题后才会使用 但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北市卫生局拍原机茶 茶油制作区冷藏冰箱下方不洁 食材未覆盖等缺失 已要求于8月8日前改善完成 目前已要求限期改善 如果复茶仍不合格 将衣食安法开罚 后续业者已将致电 关心当事人身体状况 盼望事件就此落幕 明镜新闻小崎蔡明镇台北报导 好 好 好